今天就是打算煮蛋 雞蛋本身你買了回來 千萬不要洗 洗完之後放在冰箱更容易壞 因為蛋殼是通洞的 有個天然保護層 我們隨它放在雞蛋盒裡 整個雞蛋液冷在冰箱就可以了 當你用的時候 先從冰箱拿出來 因為蛋殼其實也有髒 所以我們煮之前 或者打蛋之前 最好也洗一洗 煮蛋的時候 要放在冷水裡 水只要多 可以浸過一隻蛋 洗乾淨一隻蛋 然後放進去 你看到蛋放在水裡 其實都是打橫躺在這裡 其實代表它很新鮮 如果它打凍棋的話 這樣打凍棋浮在這裡 就代表不太新鮮 因為它上面的氣室比較大 所以它才會打凍棋在這裡 現在它也是打橫躺在這裡 好了 你可以浸在室溫的水裡 這樣煮的時候會不會太容易爆裂 然後我現在就開火 電爐或者明火爐都不要緊 我們就開大火 首先煮滾水 煮滾了之後 其實不可以一直煮滾 因為一直煮滾 蛋會太熱 之後就會爆裂 蛋殼 所以待會一煮滾 我們就會關火 由它關火 浸在熱水裡 浸多5分鐘左右 裡面才會熱透 蛋大概是70度至80度 就會凝固 因為蛋白和蛋黃凝固的溫度 是不一樣的 現在一直煮滾水 所以就暫停一下 剛才水滾了之後 就關火了 關火再焗了 大概都有5至8分鐘 為什麼說 有時候要浸久一點呢 因為如果蛋半身很冷 又或者很大隻 那就要多點時間 久了的話 最多是說蛋黃熟透了 不是糖心蛋黃 但問題不是很大的 就好過到煮不熟 然後打開蛋 原來裡面還是水汪汪 那就不好了 現在浸久了時間 記住了 開蓋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蒸氣很容易燙傷自己 所以開蓋的時候 最好向著外面 向著牆開蓋 然後小心把水滴到鍋裡 我們用一匙羹 將這隻蛋放在冷水裡 我剛才那盒洗雞蛋的水已經倒了 換了一碗乾淨的水後水 當然煮完蛋的水 你可以用來煮其他東西 因為剛才我們洗乾淨了 那隻蛋才放下去煮的 為何要浸在冷水裡 浸在冷水裡 浸在冷水裡 讓它冷卻了 和蛋殼會比較容易摸 我們就可以用容易摸殼 浸到你覺得不熱了 拿上手都可以拿得起 你可以用一匙羹來烤碎蛋殼 也可以 又或者有人敲在桌子上 四方八面也烤碎它 好 整個蛋殼敲碎了之後 其實就很容易可以摸到殼 這隻蛋煮熟了當然可以這樣吃 它又沒有任何調味料添加劑 就這樣吃就很健康 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也有些人會用一些特別的工具去切蛋 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這個叫做切蛋器 我先搬鏡頭蓋 這個切蛋器是這樣用的 放一隻蛋下去 這樣切下去 好緊張啊 到底裡面漂亮不漂亮呢 好了 打開看看 那就是熟透了的蛋 就是一片片 我們平時這些蛋一片片 這樣可以排放在沙律上面 這樣也有些人會把這些蛋切碎 然後拌沙律醬 做成為蛋沙律 甚至乎夾在三文字裡面做蛋沙律三文字 這隻剝殼的雞蛋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了 我們又用這個切蛋器 切開一片片 除了這樣切之後 既然我要弄碎它 我看另一個方向都再切一次 讓您可 Aaron幫助餐點 剝殼的 esquicamente 好 準備 thousand ๆ 就煮點 好 這個我的切蛋沙律三文字 如何製造 這塊 GOT 先把雞蛋切碎 切切去 乾乾脆散散餘出的 所以通常會舌潔些沙律醬 混合 拌勻 有些人喜欢吃甜的可能会加连奶 做好碎蛋的酱料之后 可以夹到面包 如果喜欢吃脆的面包 可以先用多士炉烘烘烘烘烘烘烘 这种是麦包 有多些纤维和维他命B杂 比吃白面包好 将这些馅料搽到面包 当然可以加入其他食物 例如蕃茄片、山菜、火腿 连碎蛋一起夹成三文治 不要搅到太边 只剩下空间 夹进去 完成了碎蛋三文治 如果这么大份 拿着很麻烦 可以切开它 逢切的时候 可以选择用脚切刀 或者是普通刀 用脚的方法 轻轻地切下去 脚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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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这个碎蛋三文治就完成了 好 好 感谢观看